只有抱着忍辱负重,积极向前的心态,人生才能得以改变,工作不能凭兴趣人在工作中承扎起来,为了提高自身修养,丰富内心而专心之聚于工作,这样,就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美好。 道圣可服,道圣知道,做事不是兴趣重要吗?不是说兴趣更能发挥贤能吗?为什么不喜欢的工作还要做呢?难道明明知道,不喜欢还要此刻吗?还把这种磨练当作锻炼心智,磨练人性,这是什么道理? 成大使者说,忍辱负重是成就事业,必是具备的基本素质,孟子说,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,必辛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困乏其身。 道圣可服在创建初期,也经历过一段非常时期,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,住宿条件也不好,住在一间摇摇预认识平方米的房间,他怕你也老就不堪,连稻草都露出来了,一个可移动的煤炉,和一口锅来准备三餐,压力大的时候,他总是沿着宿舍后的一条小溪漫步,亮暗花灿烂,他孤独地坐在溪畔, 唱着顾湘的歌,内心吃得坐痛,他借着高亢的歌声打起精神,不停地唱着,直到有勇气走回自己的房间。 第二天一早,他又像场一样投入工作,大圣先生说,人生只是宇宙造物者赐给人类,用来提升心智的修炼场,也就是佛教所说的修行道场,别无其他,而我们的所有经历, 也都是造物者塑造我们的人格给予训练,造物者为了帮助个人向上,提升自己的人性,造出很多穷困潦倒的窘境,来讨厌人类能否在逆境中继续奋斗,并保持屹立不倒的意志,每个成大事者必须承受挫折吗? 那些平淡过一生的人呢,不需要受这种小事的纠结了吧,大圣先生认为,我们无法彻底免于痛苦和担忧,在惊涛骇朗的人生中,好坏的境遇,都是造物主给我们的考验,幸运的际遇和不幸的灾难都是造物主给我们的考验。 一个人如何面对这样的考验,将近一步决定他未来的人生,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? 挫折大小和人的承受度有关,受苦忍耐是一种承担,一种处理,一种等候,也是对因缘法的认识。 道圣和夫认为,人们从事的工作,并不一定都是自己喜欢的,而且很多时候是不喜欢但不得不去做的,而且在工作中,肯定会因为存在某些抵触的情绪,让人感到厌烦。 如果抱着忍辱负重,积极向前的心态,是必会导致人生的根本改变。 员工之行,人们对困境有着本能的逃避,人的进步就是限制逃避后的升华。 一五阳光的著作,五体的不满足,的主人公一五个性阳光。 他所背负的是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痛苦,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压力。 但他最终没有向这些破屈服,反而用他的坚持,他的能力和忍辱负重,将自己的人格提高到更高的境界,令人折服,到圣和夫本人也是一样。 一人,可以当白勇,一静,可以自摆动,一个人胸怀坦当磊落。 能无所不包,无所不容,那就无事不能成,无功不可救了,必有容,得乃大,必有忍。 是哪己,能包容一切,方能接受一切,忍耐一切,然后便能改变一切,克服一切,成为成大功利大业的强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- pull-u-